即将驶入理想超充战区域 OK 我们现在用这个代客博车来驶入5C超充战 它会显示5C 2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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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注意周边安全 检测到前侧有障碍物 请注意寡蹭风险 能感觉到这个车还是大 要多打击吧 对 非常顺滑 OK 我们已经自动停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是27%的电量 我们现在下去充电 我们直接把5C直接拔就行 把它直接拔下来 这个线很轻 然后点下这 它就会自己开 高级高级 然后我们插上它 它就是已经开始充了是吗 然后我们现在上车看一看 它的充电速度到底如何 我刚刚插上就已经开始充了 然后我们看一眼这个功率 142千瓦 现在是440千瓦 这个充电速度像不像之前 我们这个安卓手机快充刚刚普及的时候 这个跳的感觉非常快 肉眼可见的往上涨 现在是440千瓦时的功率 输入电压是758 我们现在是10.52 10.52我们充到11点 看看它 OK 我们现在刚刚从27%的电量 它在一直涨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说 现在还是10.59 不到7分钟的时间 然后从27%的电量冲到了75% 续航的从200应该是220多公里 现在变成了537公里 这个涨的速度是真的非常夸张 然后从20%多的电 峰值功率是接近500千瓦 现在哪怕是到了快80% 它的充电功率也能维持在300多千瓦 到11点了 我们从27%冲到了78% 也就是说7分钟的时间冲了51% 哇 真的可以 好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这个5C充电田太棒了 然后而且急差急用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枪拔了 然后我们出发 接着感受它的动态 走